张小凡杀了四个人贩子后 结果被人贩子家属告上沙雕庭 就在法官要把张小凡 判进小黑屋一百年的时候 张小凡他爹闯入沙雕庭 给沙雕法编写团队施压 修改了沙雕法 最终人贩子家属 跟人贩子的辩护律师 统统判进小黑屋 你小子 这律师让你当得太危险了 要不换个职业吧 不 绝对不可能 除非让这世界的坏人全部消失 随后张小凡回到律师所 张律师啊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讨回这笔血汗钱啊 阿姨 不着急 您慢慢说 就是我们小区外面有个小伙 说这个东西能治百病 价值三千块钱 我脑子一热就交了 现在我孙女上学就靠 这三千块钱交学费了 我去问那个人要 他就是不退 听到这话 水友们来劲了 张律师 我奶奶昨天也被骗三千 您一定要判了这个骗子 爷爷被骗了一万 气死我了 阿姨 带我去找那个小伙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们把钱要回来 随后张晓凡去找 那个不要脸的小伙 姐姐 想不想长寿 一直保持健康的身体 来听我们的课吧 免费的还送您鸡蛋 就是他 就是他骗了我三千块钱 阿姨 您别相信他 这人是骗子 已经好多老人上他抵挡了 听到这话 老人一脸质疑的看着骗子 您好 我们长寿丹 可是正规的公司 从来没骗过钱 您要是竞争对手 派来抹黑的话 我劝你赶紧走 否则 我可告你寻心滋事罪了 说完骗子拿出电话 摆出一副准备 打电话摇人的样子 小伙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 白嫖经理应该不是骗子 他还要免费送我鸡蛋呢 阿姨 您听我说 今天您千万别进去听这个课 要不然您的钱 怎么被骗走的 都不知道 这是骗子腰间的对讲机 响起 鸡蛋还有最后两份 优先送给最后一位听课的顾客 这对讲机里的声音 像是有魔力一般 立马把老人给弄着急了 白嫖经理啊 鸡蛋还有没有我的份啊 有 您现在赶紧进去 就是最后一位顾客了 而且还有两份鸡蛋 骗子一手扶着老人的背 将他往里推 一边拿起对讲机说道 最后一位顾客进来了 是我的好姐姐 一定要把两份鸡蛋都给他留好了 这一套平云流水的操作 那老阿姨 也不管什么骗不骗的了 立马快步走进店内 小子 跟我斗 还嫩了点 那般老东西的钱 我还没骗够呢 有本事 你就抓我啊 你赚这样的钱 不怕遭报应吗 报应这东西 只会留给没钱的雄鬼头上 说完 骗子走进店内 直播间瞬间炸了 太嚣张了 简直无法无迁 中国给我掰了它 我给你扫五倍挑拢 瞬间 一股浩然正气 在张小凡心头浮现 狗戏筒 出来 汪汪汪 我想要一颗一龙丹 把我变老点 不要整整这次骗子 你现在愤怒值 也不给吃了 你说要我就得给吗 你确定不给吗 我确定 下一个 张小凡拿出一瓶毒药 准备毒死自己 哎呀呀 我第一个祖宗 你可别死 我还想多活两天呢 给你给你 找到你这种宿主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紧接着 张小凡找了个霉人的地方 吃下了那颗易容丹 瞬间直接变老 拿起手机照了照 我操 我老了也这么帅吗 紧接着 张小凡再次出现在 长寿丹所在的那条街上 下好那位 提着两份鸡蛋的阿姨 满面春光的走来 估计还没发现 自己被骗 而骗子在门口 看到张小凡走了过来 瞬间两眼放光 有个穿西装的 骚包老头 一看就是 则有钱的那种 赶紧做好准备 等会就说 送大冰箱 说完 骗子就冲着张小凡 快步走去 爷爷 哎呦 爷爷 您慢点 这里有坨狗屎 您可别踩到 孙子 真是我的乖孙子 听到这话 骗子明显一愣 这话听上去 怎么像是在骂他 哎 爷爷您是认识我吗 你长得很像 我过世的乖孙 爷爷您节哀 既然如此 就让我当您的乖孙吧 我看您也特别亲切 下一秒 张小凡一个大逼兜了过去 这一巴掌打滴 骗子半张脸都麻了 骗子正要发怒 张小凡又开口说道 好你个老六 爷爷让你过马路不看车 如今你被车撞死 爷爷好几千万的存款 谁来继承 爷爷教训的是 您再打一巴掌 消小气 张小凡抬手 又是一巴掌 打滴那叫一个爽 这老头的力气 怎么这么大 我们家老六 没事爷爷 以后我就是您的乖孙老六了 随即骗子拉着张小凡 来到长寿丹门口 爷爷来我的店里 看看吧 我们店里有很多 延年一寿的好东西 老六免费给您使用 难得你有这份小心 那我就试试 下一刻 骗子的对讲机 又传来一道声音 白嫖经理 总部有惊喜 今天打烊前 最后一位顾客 赠送一台品牌大冰箱 小声点 我爷爷来了 我现在带我爷爷进去体验 你马上把打烊的牌子挂出去 冰箱只能是我爷爷的 收到 爷爷 咱们今天就减个便宜 那台大冰箱起码要两三千 还是我孙子有本事 爷爷请